看着小绿人亮起来以为可以放心走在行人穿越线上过马路的阿姨 突然一辆机车就从面前快速穿过去 是机车闯红灯吗 其实不然 放大画面看整个路口 几乎每个路口行人在绿灯过马路时 就会发生这种行人和汽机车也是绿灯交织通行的奇怪又危险的情况 这里是中山区德安路和复兴路的五叉路口 由于临近一个刚新建完成的数千户大型社区 以及往高速公路的上下扎道口 因此这里的交通流量越来越大 导致行人过马路时 经常和汽机车一起交织通行 显向还生 因为我们复兴路上有一个新的大行径案 那因为大行径案有开辟性的道路 造成我们复兴路跟德安路路口处这边 有五条道路同时在进行通行 而这五条道路通行的时候 其实有很常会发生人车抢道 尤其在一个月内我就知道 这个路口就已经发生五起的交通意外的频传 所以今天也特别来到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先请我们中华派出所 来这边做加强取缔 因为很多违规的事实 都是在车辆的抢快 或者是没有注意到耗置的问题 然后才造成交通意外 所以第一个先请中华派出所加强取缔 让我们行车进入此路段的民众可以更加注意安全 第二个我们还是要回归到 到时候我们来召集交通处 警察局以及相关单位 共同来去协商 因为五个路口其实会有很多车辆的进出 尤其这个位置又是我们上高速公路的主要干道之一 那我们是不是要怎么样共商解决办法 然后来保障不管是这里附近住户的安全 甚至是行经这个路段所有民众的安全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特地到现场勘察 也喊话就任后一直在重视关心行人友善安全的小爱爸爸 基隆市长谢国良是否也应该来中山区 可能是最复杂危险的路口 看一看关心一下呢 其实我们也有在媒体上看到我们谢国良市长 他也相当重视我们人本道路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建议我们谢国良市长 来到我们中山区这一个最交通容易拥塞 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主要路口处 来这边现场的勘察 甚至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路口处 设计科技执法 然后来保障行人的安全 所以要麻烦谢国良市长 有空来我们中山区这边看一下 关心一下我们中山区居民的安全 由于这个五叉路口实在很危险 现阶段张炳君先请警示分局 中华路分住所加派远警 在上下班尖峰时间 协助指挥疏导交通 也希望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能够带着交通处长到现场来看一看 是否得要调整路口红绿灯秒差等方式来改善 不然接下来寒假即将结束 各级学校都将陆续开学 到时候上下学的学生人数将会更多 行经这个五叉路口也将更危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